我会开始关心这个新国病 是因为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陈主任 陈主任讲说那时候的死亡人数 台湾癌症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肺癌 那应该有新国病的架势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要去做一个报导 既然我们很多读者都是很关心健康的 所以我们在那 这个是我们2017年做的 那一年这是8月 我们在8月5号 我昨天还特别查了资料 是2017年8月5号 我们特别请陈主任到我们办公室 花了两个小时 那是一个礼拜六上午 因为陈主任特别帮我们分享说 到底肺线要怎么防治 那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想是不是 大家分享了 现在又更新的进展了 对 好 我想我就用这一个资料 来跟大家分享 那对 在当初 其实我们就想说 肺癌的死亡率 死亡总人数 那其实在18年前就已经超越肝癌 所以肝癌 肝病 大家知道肝病是旧的国病 那既然有一个死亡人数已经超越肝癌了 那他应该有那种新国病的架势要出来 所以刚好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发现说 他的每一年 他的诊断人数也不断在上升 然后他花费健保也不断在上升 那实际上已经在2021年的时候 他的发生总人数 一万六千八百人已经超越大肠癌 变成发生总人数癌症的第一名 另外就是死亡总人数已经连续两年都超过一万人 另外在健保的支付方面已经也连续两年超过220亿 他是五年之内从2016年到2021年 成长了总共一倍 大家知道健保大家都说不成长 但是你很想象吗 有一个病的健保花费 竟然五年内就成长了一倍 从110几亿到220几亿 这个病就叫做肺癌 因为很多人肺部不太会痛 所以通常来讲大家都不太在乎 但是你等到发现的时候 通常来讲都是大事已去 这个我们梁花型人经常鼓励一下去照DG量CT 这个你来现身说话一下 最重要就刚才我们金融区讲说 肺癌是初期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报道的过程里面 就感受到非常强烈 也就是说像刚才讲到黄家琪 黄竹人他现在是政大商学院的院长 那黄院长他在那年的2015年的事业 他做了X光 他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X光没有问题 那年底刚好我们金星兄有一个 肺病防治基金会有一个专案 就给政大的资深的教职员去做 商学院的 他就去做了 那后来就发现1.2公分的毛玻璃状 后来手术确定是恶性肿瘤 所以说你照X光看不出来 而且你平常他生活非常正 他有接受我们采访讲说 他每天都运动作息非常正常 但是看不出来 那其实这里面最关键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肺腺来防治 是在说因为他没有症状 死亡率最高的就是这个肺癌的部分 肺癌的差距呢 他第一期的肺腺癌呢 这是2017的资料 第一期的肺腺癌 五年存入历史93.1 但第四期呢 只剩下11 那台湾2017年发现肺腺癌的人 第四期的比例多少 53 那大家就算很好奇 那因为他没有症状 所以等到你发现就第四期 那大家觉得那时不时就没办法发现 其实也不是 我们在做这个报导的时候 我们就去看了日本的资料 日本呢 长期的以来 他第一期的比重都四成 第四期的比重都只有三成左右 那我们就很好奇 为什么日本能够做到 也就是筛检 那我们在做这个封面固执出的 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就是我们请陈建仁前副总统 他也是肺腺癌患者 他还帮我们拍了影音 然后他讲究 很多人都很难受 那我检查出来怎么办 其实检查出来也没有那么严重 那陈建仁副总统在我们 这个帮我们拍的短片里讲说 他住院三天以后 出院就上班了 住院一天 然后开手术 就这个手术很简单 三天内就可以上班了 所以我想及早发现是最根本 所以如何去做这个筛检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做了这件事以后 那我就想大家都做 我们公司为什么不去做呢 最有趣的是 我们做这个封面固执参理的一个同事 他才32岁很年轻 他就想说那我都鼓励同事做 自己为什么他有抽烟 他就去做了都是CT 就竟然确定 后来就手术了 是肺腺癌 那我们就开始推动资深的同事去做 到目前从2017年刚才第一个 他那个同事 总共已经有四个同事 发现肺腺癌 所以我们等于是 这四个同事 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记得 因为第一期发现肺腺癌 是治疗丧死非常简单的 其实健康讲的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那样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走了 我们很多同事 如果有很多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发现第一期的癌症 你可能就会走了 我们进行凶食这个 十个作者之一 那我们就来办读书会 就请他来讲 那我们这代七七班 各位都知道 都是企业的董事长 企业的高阶组管 讲完以后 大家才知道说 肺腺癌防治很重要 就陆续分两批 在当年底就有一批 然后去年又 然后隔年又有一批 这两批大概有100个人左右 总共有四个确诊是肺腺癌 这一批是肺腺癌防治很重要 这一批是肺腺癌防治很重要